西夏是由黨向人建立起的封建政權,黨向原居於四川的松潘高原 黨向是對於生活於此以畜牧為生的多個部落的販子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死地形成了部落的聯盟 直到公元735年,黨向以此首次被提及 唐宋時代,他被漢人認為是古槍主的意志 古又稱他為黨向羌,黨向的部落首領以拓拔式為姓 後人推測他可能是拓拔式的分支,因此他的祖先也可能是來自於賢卑 也有學者推測他們是蒙古化的突厥人的族群 唐朝初年,黨向首領幫助土育魂與唐朝作戰,結果他們戰敗被俘 黨向的首領隨後被唐朝封為西榮州都督 唐高中理智時期,他們受到吐蕃的迫害 在唐朝的幫助下,一部分黨向人遷移到了陝北一帶 北一的黨向則分為八部 其中屬拓拔式部落實力最強 唐代宗時期,由於土方和黨向人聯合騷擾唐朝 唐朝又將黨向人遷移到了銀州以北 安史之論爆發後,吐蕃開始欺壓黨向以東的地區 此時,黨向首領拓拔式公 揪河兵馬數萬羽眾池原長安 他因此被唐西中封為夏國公,並賜姓為李 李四公與弟弟李四公在徵討皇朝起義時陣亡 自此黨向李四得以四居夏州為中心的五州之地 李四的私人武裝也被稱為定南軍 李四公死後,因為李四公的兒子早氏 他的孫子李怡昌也有 所以他讓弟弟李四建繼承夏國公的爵位 不久奉祥節度使李茂真舉兵進返長安 當時只有李四建拒守夏州沒有成為唐朝的隱患 所以唐朝十分器重夏州的李四 公元908年,李四建去世 夏州三軍李怡昌為定南節度使 隨後他得到了朝廷的側命 一年後他就被手下暗殺 他離世後,他的弟弟李仁福被後梁封為定南節度使 李仁福歷經了後梁後唐兩代 敵人福歷史後,他的二兒子李超繼承了他的權力 當時後唐的民衆 企圖用吊防的辦法來兼併夏州 他受到了李超的堅決抵制 李超派遣自己的哥哥把手要刀 他則聚集境內的黨向朱博 抄擊了官軍的軍糧 後唐軍隊被迫猛攻夏州 夏州的層次本是賀聯勃勃所住 他堅固無比 李超兄弟登上場對後唐的將領說 下州很是貧窮 沒有珍寶積蓄 可以充當對朝廷的貢品 只有祖父父親自帶聚首於此 我們不想把他丟了 這個小小孤城 戰勝他不足以宣揚威武 何必這樣麻煩國家勞私廢材 請您把上述情況報告給朝廷 後唐民衆聽到夏州傳來的戰報後 明白夏州城確實難以攻下 無奈之下他讓軍隊無攻而返 從此夏州與後唐結怨 每逢有人判離後唐 夏州必定暗中與之勾結 不久李超離世 他讓哥哥李英接替了自己的位置 其後他的弟弟李一民布滿哥哥尊權 因此他發動了政變 但沒有成功 公元960年 趙匡猿為拉攏李英 加封他為太尉 他為了避諱趙匡猿父親趙洪英的名會 改名為李一興 之後北漢進攻北宋 李一興不但派兵支援趙匡猿擊退北漢後 他還主動向趙匡猿猿馬300匹 趙匡猿大喜 於是親自監督為李一興製作御代 李興離世後 他的兒子李光銳試習了他的權利 他為了避諱趙光毅的名會 改名叫做李克瑞 他也將權利傳給了兒子 但他的兒子李濟雲英靈早逝 當時李濟雲的孩子都還很年幼 趙光毅於是支持他的弟弟 李濟鵬自立為黨項的首領 公元981年 李濟鵬的叔父李克遠 夥同弟弟李克順率兵偷襲下州 但因為李濟鵬提前得到消息 在下州附近埋伏了重兵 李克遠率兵到達時伏兵四起 李克遠兵敗被殺 事後他的另一個叔叔李克文 趁機上誦趙光毅 他認為李濟鵬不適合做截度使 如果繼續下去還會發生叛亂 他認為朝廷應該招令李濟鵬離開截度使的崗位 到汴陵去朝見天子 趙光毅正在等待機會解決西夏問題 接到李克文的上書後 趙光毅認為司機已經成熟 他馬上派遣時節前往 李濟鵬只好帶著族人來到了京城 趙光毅給予他十分憂厚的賞賜 但他的家人和他全部被拘留在開封當成了人質 這當中也有漏網之餘 他就是李濟鵬的族弟李濟鵬 這一年李濟鵬只有二十歲 宋朝的使者來遲 他與親姓張普 匹馬大小 假稱母親亡故 外出下仗 使者李濟鵬將兵器藏在了棺材內 出城之後他直奔三百里來到了京澤 當時豪族因為李濟鵬是李丹博 不肯與他一同起事 李濟鵬將原祖兔拔斯松的畫像玄化出來 眾人看到畫像氣體橫流跪拜下來 於是歸順李濟鵬的部落越來越多 公元983年 李濟鵬率領部中侵襲了宋軍 結果宋軍大勝 12月 趙公義招攬逃到邊疆以外的農民 回到家園繼續地工作 實則是為了對李濟鵬釜底抽薪 之後張普建議李濟鵬攻打右州 李濟鵬因為攻打右州不勝 故而仍駐紮在京澤 不久 宋軍大臣知道李濟鵬肃營之地 宋軍發動了業績 李濟鵬與弟弟趁亂逃走 宋軍抓獲了李濟鵬的母親與妻子 李濟鵬害怕宋軍來追 於是居無定所 西北民眾因為李氏在這裡素有名望 非常憐憫他們 於是開始接濟李濟鵬 李濟鵬之後定立了聯僚抗宋的政策 僚巢對他投桃暴力 後來北宋進入宋真宗時代 真宗為了西四寧人割讓五州之地給他 這事實上承認了西夏的獨立地位 後來 1002年 李濟鵬率領軍隊攻陷了宋朝的重鎮 林昭 改名為西平府 後又攻取了西北的重鎮梁昭 截斷了宋朝與西域的三島 自此中國進入了北宋 遼朝西夏三國鼎立的居滅 兩年後 10年42歲的李濟鵬 殷商去世 他死後 他的長子 李德明繼承了他的權利 他聽取了父親的遺言 向宋朝請和 保持了和平 李德明同時向遼朝 宋朝稱臣 接受兩國封號 並刺激向吐蕃和回湖發起進攻 他的勢力範圍 擴置了御門關 及整個河西走廊 公元1020年 他把政治中心 由西平府 遷至了懷遠鎮 他將懷遠鎮改名為興州 即日後的西夏國都 興慶府 興慶府就是今天的銀川 8年後 他正是立長職 李源浩為太子 公元1032年 10年51歲的李德明去世 李德明離世後 李源浩繼位 在李源浩繼位之後 就著手創建一種 記錄黨項語言的文字 即西夏文字 為了鞏固後方 和懲罰吐蕃歸順宋朝 他於同年7月發動了 對吐蕃的進攻 在正式稱帝建國前 他向境內的黨項部落 下達了突發令 他率先替工頭髮 穿耳拜縱環式 他強令部族人民一律執行 限期三日 他廢除了唐宋 賜給黨項王族 拓拔式的理性和造型 改姓 為名次 公元1038年 李源浩在親信的擁戴下 正式登上皇帝寶座 他定國號為大廈 因為他位於中國的西北部 所以後人稱他為西夏 四年正月 李源浩以陳子身份前死給宋仁中上表 說明其建國稱帝的合法性 要求宋朝正式承認他皇帝稱號 宋朝不願意承認李源浩的地位 並且下召停止護士 宋朝又在兩國邊境張榜貼文 重金懸賞捉拿李源浩 李源浩在摸清宋朝態度之後 頻繁地派出細作 到邊境探聽軍情 他煽動宋朝境內的黨項人和漢人歸順西夏 他還公開斷絕了西夏同宋朝的死劫往來 他又借助遼朝的勢力威脅宋朝 公元1040年李源浩向宋朝發動戰爭 李源浩對宋朝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 但也給西夏帶來了沉重的後果 宋朝停止與西夏的一切經濟往來 這直接導致了西夏生活日用品的短缺 當時李源浩的叔父維銘三玉 因勸阻他誤進攻宋朝而未被李源浩採納 維銘三玉於是逃到了宋朝 宋朝又將他送了回來 李源浩以怒之下 將他與他的兒子處決 連年的戰爭死西夏民窮財敬 李源浩認識到戰勝地廣人眾的宋朝絕非易事 此時 遼朝利用宋與西夏對立 向宋朝討價還價 從中漁翁得利 這引起了李源浩的不滿 遼夏之間又發生了遼境內黨項部落叛逃的問題 這導致了遼夏聯盟的破裂 李源浩感到處境被動 為避免兩面受敵 李源浩向宋朝稱臣 事後 遼朝已破壞宋與西夏的合約 但遭到宋朝的拒絕 遼心中於是決定出兵討伐西夏 不久 李源浩兵敗退守赫蘭山 他向遼心中謝罪請和 李源浩在遼心中未答應求和之際 連續後退三次 他之後派軍突襲遼營 結果遼軍大敗 李源浩在取得同寮作戰勝利之後 立即遣死同寮講和 他同時又向宋朝獻服 李源浩稱帝後 他母親的家族雖然表面上仍然風光 實際上的權勢地位遠不如李德明時期 李源浩對權勢的控制 大大損害了魏牧家族的既得利益 最終引發了魏牧家族首領魏牧三喜的不滿 不過魏牧三喜還未來得及對李源浩下手 李源浩搶先一步發掘了魏牧三喜的野心和計劃 李源浩為之震怒 派人將魏牧三喜的府邸團團圍住 魏牧三喜一家被清洗 為了防止有可能出現魏牧家族作亂叛逆 李源浩下令將整個魏牧家族全部人員剷除 作為魏牧家族的成員 李源浩的生母魏牧斯 自然對自己兒子的滅族行為極力阻止和反對 然而魏牧斯的求情非但沒有起到作用 反而激發了李源浩對於魏牧家族的憎恨 李源浩公開表明要處置自己的生母 不久李源浩親手奉上毒酒遞給了母親 並表現出一副大意滅親的無奈神情 他對母親說 魏牧斯罪惡滔天 國法難以寬容母后 誅兒臣不能盡孝 魏牧斯身之難逃一死 將毒酒一言而盡 公元1047年 宋仁中再次李源浩姓趙 李源浩不願接受 於是他改回了姓李 晚年的李源浩沉迷於酒色浩大喜功 這導致了西夏內部的日語腐朽重判清理 據說他下令民夫每日建造一座陵墓 足足建了360座 作為他的遺種 其後竟把這批民夫通通殺掉 李源浩生性多疑 一種敵人的離間之際 李源浩的心腹重臣以李望榮 以李玉起兄弟 統領士兵以善戰著稱 宋軍對二人恨之入骨 之後宋將喬死離間之際 使李源浩輕易殺掉二將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 李源浩借宋將的反間之際 處決了以李皇后的舅舅全家 李源浩在皇后以歷次的哭訴之下 訪求以李玉起的家屬找到了他的妻子墨葬死 然而他卻與李源浩私通 以李皇后不忍心殺他 便讓他出家為泥 墨葬死出家後 李源浩還經常與他憂悔 公元1042年 李源浩在以李皇后的請求下 決定立他的兒子為皇太子 他就是寧寧哥 寧寧哥到了結婚年齡 李源浩決定親自參加兒子的婚禮 李源浩一眼被自己兒媳的美貌打動了 李源浩當即決定自己當新郎 李源浩此時已經妻妾成群 但他還是喜歡搶奪他人之妻 公元1047年 墨葬死在去兩岔河打獵途中 禪下一職 李源浩為此職取名為寧令兩岔 寧令為党相於喜歡之意 兩岔為和名 因他生於河畔以和得名 後取其邪言為李亮座 李亮座出生之後 李源浩於同年五月 將以立皇后廢除 改立他的生母為皇后 李源浩還想改立不到一歲的李亮座為皇太子 墨葬皇后的哥哥墨葬鵝旁 見寧令哥闷闷不樂 就挑說他去刑事父親 他告訴寧令哥說 殺掉你的父親 我們擁戴你做皇帝 寧令哥信以為真 決定鋭而走險 其實墨葬鵝旁另有打算 若寧令哥殺掉了李源浩 那麼正好自己外甥就可以登基 他便可以大全都來 寧令哥如果失敗 必被李源浩處決 新太子自然是自己的外甥 年輕的寧令哥頭腦衝動 於是拎著一把大刀衝入了皇宮 李源浩當時已經喝得大醉 貝兒子一刀削掉了鼻子 因為驚動眾人太子趕緊逃走 他之後逃入了摸上俄旁家中躲避 沒有想到的是 國相不但沒有按照承諾收留太子 反而馬上逮捕了他 墨葬鵝旁此時已經掌控了朝政大權 他以殺君的罪名殺掉了皇太子 寧令哥和他的生母 他只好將自己的外甥推上了地位 李亮作就是下一宗 由於下一宗年幼 西下由墨長是兄弟專權 在此期間墨長太后親自主持了修建成天寺 促進了西下佛教文化的發展 他還勒令哥哥歸還侵占宋朝的土地 同時他指揮軍隊擊退的契丹 但其後有三次兵敗 被迫向契丹求和 此書上記載他喜歡在藝本出行 他在早年就與前夫以利育起的下屬李守貴私通 他出家後又同四者寶寶斯多爾相愛 李守貴對此非常不滿 後原1065年 梅長太后和寶寶斯多爾在赫蘭山上打獵 晚上返回途中 他被數十名騎兵暗殺 梅長厄旁稱是李守貴所為 也有觀點認為是梅長厄旁和李守貴聯手所殺 無論如何梅長厄旁借機除掉李守貴 四號梅長厄旁又將女兒許配了夏宇宗 以國舅和國账的雙重身份獨掌朝政 公元1059年 11歲的夏宇宗開始參與國事 他重用自己奶媽的丈夫毛維章和高懷正 這兩人缺乏政治經驗很快被莫長厄旁清除 夏宇宗深知這是殺給他看的 他對舅舅的專權行為十分不滿 他就與舅舅的聖敵結為聯盟 他趁舅舅的兒媳梁氏 入宮看望小姑子 墨長氏皇后之際與他失通 後來14歲的夏宇宗 對外聲稱舅舅圖魔不軌 幸好梁氏告密 他產除了舅舅一家 當時他舅舅家姓存者 只剩下了梁氏與墨長氏 不久墨長氏失去了皇后的名號 並被幽禁了起來 在墨長氏滅門的五個月後 夏宇宗聽到他自殺未遂的消息 於是夏宇宗親自驾照 刺墨長氏死罪 此時梁氏已經懷孕 夏宇宗出於現實的需求 向宋朝請求連雲 但宋人中沒有答應他 他於是立快要生產的梁氏做皇后 同年 梁氏為夏宇宗生下兒子李炳長 公元1064年西夏國的死臣 吳宗與宋氏發生爭旨 宋氏聲稱當用100萬兵逐入賀門朝學 聽了吳宗的回報後 夏宇宗認定 宋朝是侮辱西夏 他決定以武力維護之尊 這年7月下一宗率領兵數萬攻略了宋朝 其後的兩三年間 西夏的進攻持續不斷 交戰期間 西夏赴宋朝的死劫依舊不絕 李炳作力圖既不與宋朝鬧翻 以免宋朝徹底斷絕稅賞和貿易 又必須向宋朝顯示西夏的實力和尊嚴 公元1066年 他親自領兵督展 宋君減如雨下 他被留見射穿鎧甲實力逃生 時隔一月 他就前死向宋朝請求税賞 在宋朝頒子譴責時 他不時時機地保障履行前朝的合約 於是兩國關係恢復正常 一年後他率兵直逼清唐城 清唐城就是現在的西寧 他通過此杖鞏固了西夏的南京 他之後向寮朝進貢了回呼聲 正當他朝鮮於宋寮吐蕃之間 他突然見傷發作病死 這一年他僅有二十一歲 他離世後 他的兒子李炳祥繼承了皇位 當時李炳祥自有七歲 大權猶太的母親漢族人梁氏掌握 此時梁氏只有二十出頭 梁太后掌權後 開始大力地扶植自己的親心 梁太后讓兒子娶自己的子女 小梁氏為皇后 梁太后執政初期 受到朝中上下來自黨項部署的壓力 而下一宗執政時期 大力推行漢華 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許多黨項貴族的利益 在他們眼中 這是下一宗妻子漢人梁氏影響所致 下一宗在位的最後一年 隨手手將投降到了宋朝 這位黨項貴族反對推行漢華政策提供的藉口 梁太后的漢人身份成為她執政的最大障礙 梁太后為了討好黨項貴族 下令廢除她丈夫所實行的一切漢華政策 這一舉動得到了黨項部分貴族的好感 但也有人不願意 部分在漢華過程中得到利益的人和她發生了衝突 為了轉移矛盾 她不惜撕毀宋和夏朝的合約 發動了數次對宋朝的戰爭 公元1076年 已經年滿16歲的李炳長親政 但思權仍掌握在太后與舅舅良以埋首中 李炳長是一個十分喜好漢族儒家文化的君主 在與宋朝作戰中西夏俘获了不少的漢人知識分子 李炳長向他們請教和學習宋朝的禮儀制度 準備在西夏服刑漢禮 這一舉動受到梁太后及後黨勢力的極力反對 李炳長卻不予理會 公元1081年 李炳長接受大臣李青的建議 把黃河南岸割給了宋朝 與宋國撿河借助宋朝的力量來削弱後黨的勢力 沒過多久 梁太后知道兒子的意圖 梁太后迅速普殺了李青 把兒子李炳長囚禁了起來 最終李炳長被囚禁的消息傳了出去 一時朝廷上下震驚 李炳長的皇族親黨左右親信 和各地方的實力派紛紛擁兵自重 梁以埋多次派遣親信 對他們小以利害 但無人聽命 一時西夏處於混亂之中 正在此時 宋朝部署了將近50萬大軍 兵分五路 發起對西夏的全面攻擊 剛開始時 宋軍起得連連勝利 梁太后束手無策 向群臣問祭 易老將向梁太后獻祭 誘敵深入聚而兼之的策略 終於西夏擊退了宋軍 之後宋軍 在戰略要地修建了永樂城 形成了對西夏的直接威脅 9月 梁太后命令三十大軍 進攻永樂城 並切斷了宋軍的水源與領導 宋神松聽到慘敗的消息後 林朝失聲痛哭 此時 宋和西夏經濟往來已經斷絕 西夏的財政日趨困乏 物價暴漲 曹中對梁氏的專權行為日趨不滿 公元1083年 梁太后迫於壓力 讓李炳昌復衛 李炳昌復衛後 朝政大權仍緊握在梁太后 與哥哥兩以埋首中 他們以李炳昌的名義 前死到宋朝 上表稱臣納貢 以求重新獲得宋朝的税賞 另一方面 他們以所回西夏固有領土為由 繼續對宋朝邊境進行騷擾 公元1085年2月 國相梁以埋去世 之後梁太后 對梁以埋的兒子梁以布為國相 兩死故事繼續把持著朝政 八個月後 掌權18年的梁太后病死 梁以布從此失去了靠山 皇族仁多寶宗趁機公開與他抗衡 西夏統治集團內部 皇族與後族之間的鬥爭更加激烈 軟弱無能的李炳昌 在這場激烈的內鬥當中 自敢無所作為 終日憂憤 一年之後 李炳昌也離開人世 他終年26歲 他歷史後 他三歲的長子 李乾順繼位 李乾順就是夏崇中 由於李乾順年幼 西夏的朝政 由母后梁氏和舅舅共同輔政 四年聖朝前死撤封李乾順為夏國王 兩年後 遼朝也前死撤封了李乾順 李乾順繼位早期 又一次出現了梁氏母黨勢力專權的局面 梁後與各個依藏梁氏的家族勢力 對李炳昌的親信和老臣都設法進行了報復 小梁太后效法姑媽推行窮兵獨舞的政策 十三年間 西夏對宋朝發動了大小戰事多達五十余次 有的一年內達六七次以上 小梁太后的哥哥梁以波一邊頻繁地進攻宋朝 一邊還同宋朝進行著經濟往來 梁以波對權力的渴望後來發展到企圖控制太后 公元1092年 西奧梁太后未從哥哥手中奪取兵權 親自領兵作戰 梁以波心懷不滿 於是加緊了篡權活動 兩年後 西奧梁太后得到了哥哥陰謀叛亂的報告 他在皇族大臣的支持下逮捕並誅殺了哥哥全家 小梁太后在消除一己後 繼續對宋朝用兵 公元1096年 李千順在母親的命令下 與母親一同御駕親征 他們攻陷了宋朝的城池 把北宋的俘虏獻給了遼朝 遼道中看出了梁太后的尊權已經不得人心 他派人毒殺了梁太后 只好他命李千順親政 這一年李千順只有16歲 李千順掌權後希望同宋朝講和 宋哲中不許 在遼朝出面斡旋的情況下 李千順向宋朝上謝罪表 宋朝才答應與夏朝議和 恢復了稅賞 一年後 李千順向遼朝請婚 亦在消除因遼太后之死而造成了兩國的隔閡 再次用聯姻的方式鞏固兩國的關係 但遼道中始終未允許 遼道中始後 遼天座皇帝在位之時 李千順又兩次前死向遼朝請婚 蔡經維向開始對西夏用兵 之後 李千順前死向宋朝請和 遭到拒絕後 西夏開始向宋朝發動進攻 之後 迫於遼朝的壓力 宋輝中答應了與西夏的議和 但是 宋朝全臣 蔡經同貫等人 在經過七年多準備之後 又重新開始對西夏的戰爭 李千順在大獲全勝的情況之下 又以遼朝的名義再次向宋朝請和 宋朝被迫接受了與西夏的議和 此時 女真族的經國建立 南下進攻遼朝 李千順得知 遼天座帝逃入了殷山 於是派三萬軍隊救援天座帝 並與經國發生了衝突 結果西夏軍大敗 一年後 天座帝前死撤封李千順為西夏的皇帝 並召命西夏發兵救他 金朝也前死入西夏境內 金朝向李千順提出 如果天座帝逃入西夏 應該將他錢貨送到金朝 作為回報 金朝會把遼朝西北一帶割讓給西夏 李千順見遼朝滅亡已經成為定局 於是答應了金朝的條件 不久 李千順表示依附於金朝 遼朝滅亡後 李千順的妃子 遼朝的長安公主悲痛不已 加上兒子早逝 他悲憤於丈夫的無情 於是他在宮中絕食而食 公元127年 金朝與西夏劃定將結 金朝把陝西北部 約千玉里之地劃改了西夏 隨後 李千順出兵攻占了宋朝的土地 宋朝的大臣仁德靖投降到了西夏 並將17歲的女兒獻給他為妃 他對於仁妃非常的寵愛 他於是撤離她為皇后 9月 李千順前死攜帶著重金來到金朝 金朝將三州的土地劃給了西夏 致使西夏的國土達到頂峰 一年後 李千順離世 他終年56歲 同年 他16歲的兒子李仁孝繼承了皇位 就在李仁孝出生的第三年 金兵攻克了北宋的首都併領 北宋自此滅亡 西夏完全處在金國的包圍之中 他繼位後 出於政治的需要 立黨向大祖往事的女兒為皇后 當時 隨長安公主來到夏國的蕭和達因征戰有功 被提升為夏州的都統 長安公主去世之後 她派人赴西域尋訪伊律大使 但沒有找到 她就萌生了割據一方的想法 她之後聯絡殷山和河東的契丹部落 企圖恢復潮 公元1140年 她攻克延州 直逼賀蘭山 李仁孝於是任命 靖州的都統 任德靖平凡 10月 蕭和達叛軍敗逃 蕭和達北奔至黃河口 被任德靖的部下撲殺 任德靖原為宋朝的大臣 西夏攻克西安州時 她選擇投降 她把女兒獻給了李仁孝的父親 又賄賂了朝廷的顯貴 李仁孝繼約後 她的女兒被封為太后 任德靖不滿於現狀 對此 李仁孝早已了解 李仁孝對任德靖採取加攻進決的辦法 其後 任德靖的政治資本越撈越大 終於控制了朝廷 任德靖任人為親 濫用職權 引起朝臣的不滿 李仁孝為了拉攏她 加封她為楚王 至此 任德靖出入疑似 幾乎和皇帝一模一樣 但任德靖對此仍然不滿 這年十月 任德靖請李仁孝廢出科舉 李仁孝此時 對任德靖的企圖看得很清楚 沒有採納她的意見 任德靖又請李仁孝 將西夏的核心地帶割讓給自己 之後不久 任德靖就生病了 李仁孝知道以後 不念前嫌 派遣使臣到金朝 請求金主派名医库西夏 給任德靖治病 任德靖病癒以後 不但不吸引土豹 反而變本加厉 以兵全銷要挟李仁孝 將西夏的西南路即臨召給自己 她同時還威脅李仁孝 派遣使臣到金朝請求撤封 金世忠拒絕了撤封的要求 任德靖遭到了金國的反對 便與南宋秘密聯絡 上與聯合進攻金朝 南宋的四川玄域時 與永文派人密書回報 被西夏兵俘獲 李仁孝得知密報後 認為再姑息養姦必為大患 在金朝的幫助下 她成功剷除任德靖及其黨羽 公元142年 西夏國發生嚴重的飢荒 糧價飛漲 次年西夏京城地區又發生強烈的地震 由於地震飢荒造成的沾濫 使得西夏人民難以生存 部分人選擇攻城掠地 黎仁孝採取鎮邀和收買鄉結合的辦法 逐漸平息了各地的動亂 黎仁孝仰漢文化 她繼位之後尊孔子為文宣皇帝 下令周俊建立孔廟祭祀孔子 她要模仿宋朝制度 實行科舉選拔人才 李仁孝時期是西夏文化的頂上時代 大量的文學學術著作問世 公元193年 在位55年的李仁孝去世 她享年70歲 她歷史後她的兒子李存佑繼承了皇位 公元196年 岳王李仁友病逝 李仁友的兒子李安全尚书請求皇帝 讓他繼承父親的爵位 但遭到皇帝的拒絕 於是她懷恨在心 開始韜光養晦 並與皇帝的母親羅太后通襟 試圖借助太后的勢力一手遮天 公元1203年 克列布被鐵木真吞併 克列布的領袖的兒子逃奔了西夏 兩年後鐵木真帥軍入侵西夏 蒙古人搶奪了大量的人口 牲畜以及資重 退回了蒙古高原 李存佑卻認為是西夏軍隊 擊退了蒙古軍 她將西夏的京城由興清府 改名為中興府 取下國中興之役 公元1206年 李安全在羅太后的支持下 發動了政變 自己作戰了皇帝 李存佑被遠近後不久於該年五月暴族 他年僅30歲 李安全就是西夏的鄉中 他是李乾順的孫子 與此同時鐵木真建立了大蒙古國 他隨後率領蒙古大軍 清征西夏 李安全派兒子與之交戰 結果雙方死傷慘重 蒙古軍隊經過苦戰攻克了汉海羅城 他們乘乘南進 直逼中興府外圍的重要關卡 克宜門 克宜門第四險要 雙方相持兩躍 蒙古軍隊趁西夏軍隊懈怠 巨險射服 蒙古軍隊最終攻克了克宜門 隨後蒙古軍隊引黃河水灌城 緊急之下 李安全派遣特使去金國求救 當時金國在位的皇帝 是經過歷史上有名的昏軍完顏永濟 他竟坐山觀虎鬥拒絕西夏的要求 正巧這時蒙古人修的引水堤壩垮垮了 大水反而淹了自己 於是蒙古軍隊同意了西夏投降的申請 李安全則獻出了自己的女兒 以及許多的金銀財寶 李安全為了擺脫國內的困境 竟貿然的發動了對金朝的戰爭 金夏戰爭一共歷時13年 大小戰役25次 其戰爭次數的頻繁 在西夏的歷史上實為罕見 兩國雖然交戰頻繁 但雙方照樣派遣特使 金夏兩國的軍事實力因這場戰爭而大大削弱 加上兩國都已經精疲力盡 從而為蒙古軍隊鄉米兩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光元121年 其王李尊虛發動了政變 李安全被廢 並於一個月後死去 他中年42歲 李尊虛就是西夏的神宗 李尊虛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位重元皇帝 夏神宗繼約後不久 不顧大臣的反對仍然堅持富猛抗金 他繼約後一年 金朝主動派遣死臣 撤封他為夏國王 但夏神宗仍然繼續進攻金朝 西夏自依附蒙古以來遭受著嚴重的摧殘 西夏每次出兵為蒙古軍作戰都要遭受重大的死亡 為此 宋神宗依附蒙古抗擊金朝的政策 不僅遭到境內人民的反對 就是在統治集團內部 關於聯盟還是聯金的兩個主張 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他的長子 李德任更是以放棄太子之位出家為僧為籌碼 來歸勸父親 神宗一怒之下 廢掉了李德任的太子之位 並把他囚禁了起來 同年10月 蒙古軍侵襲了西夏 神宗卻要聚集兵馬 繼續攻打金朝 西夏大臣 良德義實在看不下去 他上書對皇帝說 國家動用兵馬十多年 田野荒廢民生土壇 即便是普通百姓 都能看到國家的危機 可是朝廷大臣還是紫罪金迷 他請求神宗恢復李德任的太子身份 對此 神宗當面斥責他 並罷去了良德義的官職 恰在此時 提姆曾命令蒙古軍隊準備消滅西夏 於是反對 下層中依靠蒙古 抵抗金朝的政策的呼聲 日漸高漲 公元1230 李尊虛 在蒙古軍的威脅之下 不得不宣告退位 傳位給了自己二兒子李德旺 他成為西夏僅有的一位太上皇 此時 西夏已經經濟凋敝 李德旺根本沒有回天之力 他一改前朝政策 決心與金國修好 他繼位後一年 西夏與金朝便達成了合議 此時 京都已經被蒙古包圍 金朝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當時李德旺前時聯絡 墨北諸部共同抵抗蒙古 鐵木真問訊後 密令蒙古大軍進攻西夏 西夏慘敗後 又改變政策為抗蒙 但因為西夏今日部隊已經消耗殆盡 公元126年 鐵木真以西夏不派隨從西征 並出言不遜為由 進攻西夏 之後 李德旺與金朝定立了合約 這時 李德旺又收留了鐵木真的仇敵 南蛮部的人 大臣羅斯昌勸他 李德旺卻不聽 當時蒙古大軍所到之處 勢如破竹 對此李德旺束手無策 五月他的父親去世 神宗中年64歲 隨後李德旺憂而亡 他終年46歲 隨後 李德旺的職責李憲在群臣的擁護下 繼承了西夏的皇位 他就是西夏的末代皇帝 這一年他22歲 李憲繼位之時 就面臨著亡國的危機 他繼約後立即遣死赴金朝求援 金朝也遣死赴西夏調計 並把以前駐戰當中 掠結的西夏人口遣還給西夏 此時蒙古大軍分東西兩路 向西夏的都城中興府逼近 10月鐵木森親率大軍圍困了灵州 戰鬥十分激烈 西夏遭到了慘敗 灵州城的首將為西夏神宗的前任太子李德任 李德任的兒子李維忠當時只有七歲 他見父親被殺也求一死 蒙古將領不忍心殺害他 將他收留下來 李維忠後來常人追隨蒙古大軍 去履歷戰功 之後蒙古軍攻克了閹州川 史書記載西夏軍民幸存者百無一二 不久西夏都城中興府被蒙古軍包圍 李憲於是派遣死者到金朝 請求停止兩國死臣的交往 金埃忠卻出乎意料地 向西夏派出元旦特使 隨後李憲聽說蒙古軍有數萬人眼疾 他想要偷襲蒙古軍 蒙古將領一律儲財 用攻破靈州時繳獲的大鴻治病 使蒙古軍康復 西夏於是停止了偷襲活動 3月蒙古軍再次進攻沙洲 西夏守軍乍降蒙古軍 他們暗中設下埋伏 蒙古大將呼嘟鐵木而險些被俘 呼嘟鐵木脫險後 率領蒙古大軍返攻 最終沙洲陷落 此時西夏全境 唯有中興府還在堅持 李憲仰看都曾被迫 他招來三朝老臣高梁惠 唯已過世 高梁惠因年事已高 勞累過度而死 李憲三次到他的陵舊前痛哭 5月鐵木森到六盤山避暑 他見西夏已經是孤立無援 就派人勸降李憲投降 但李憲拒絕了 6月西夏發生強烈地震 房屋倒塌瘟疫流行 被困已經半年之久的中興府 已經是彈尽良絕 軍民已經完全上市了作戰能力 李憲此時處於山穹水艦的地步 只好攜帶文武官員向蒙古軍隊請降 但他提出寬限一個月的要求 鐵木森答應了 此時鐵木森已患重病 他意識到自己大縣已到 鐵木森趕緊召集手下 讓他們嚴守秘密 官員1227年7月鐵木森離世 最後再為兩年的李憲現場投降 這是立國189年的西夏政權滅亡 若從李思公任定南節度史算起 此時李思政權已走過了346年 有傳言為了防止西夏再次投降而復叛 鐵木森留下了遺言 殺掉李憲及其家族 讓蒙古士兵屠城 踏平赫蘭山上的西夏亡靈 最終拖雷按照鐵木森的遺囑 殺害了李憲 蒙古軍攻陷忠心佛后 展開了屠殺 公使寧願赴之一句 後經查看勸阻而止 但城中人口已經不多 蒙古軍還在西夏亡靈附近 絕地三尺 西夏亡國之後 西夏國的拓拔貴族 帶領著部分的民眾 牽涂到了現在西藏的 甘芝一帶藏區的木屋 重新建立了西吾王國 至今西藏甘芝地區 還流傳著西吾王的傳說 這個小政權直到清朝 康新年間才被徹底消滅 迄今為止 學者對於木雅人 尤其是對於他們的歷史了解 還很有限 可以說木雅人的謎理至今尚未解開